对不起 还干什么 吴振宇 吴振宇你在干什么 吴振宇 穿着 吴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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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伤伤吓敲的 你去哪儿 我在找人啊姐 那我跟着你 咱俩不是一组的 你不能跟着我 我要跟着你 你又不行咱俩不是一组的 你就帮我找到了 那不行 不行 你咱俩不是一组 我怎么帮你找 没关系我们顺路吧 那机会在那儿 你不能跟着我 你跟着我我怎么找 我跟着你了 怎么办 我现在到底要跟谁 NG哥在那儿 那我走了 你知道我在找你吗 你知道我在找你吗 不好意思 吓死我 好尴尬 这对一个爱人来说 太尴尬了 上去就问人家问题 吴振宇 吴振宇在后面 我想看你 你去看他 吴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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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午睡 我上午睡 这个也是一个办法 你找到了 你怎么在吃 我刚才看一帮人疯狂都在吹你 这样啊 你在这儿吸引注意力 我走了 不是 我要救你吗 这样围着什么都干不了 对 明星 谁啊 谁啊 卫生 明星 你是黄子桃吗 你是黄子桃吗 我想问一下 你是黄子桃吗 田家瑞 你给我 田家瑞 你给我 咋了吗 哥 跑不到一点 刚开始还挺好玩 给人吓得 吓得人家都不敢看 我都是看了就好 我退多了 我头一回就是这种感受 好爽 好爽 由于你们没能顺利找到线人 所以只能拿到模糊线索 线人是饮品店的老板 你们需要喝完他新年发的饮品 帮他完成测评才能获得线索 什么小雨量 又是这个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不行 这完全在我的雷点上 好喝 身体健康 这个是什么 里面是什么 就是可以喝香菜 都是我喜欢的 我喝两杯 我喝三杯 喝一杯就够了 然后再次呢 你要给我清晰线索 我们都可以讨价还价呀 可以 哎 终于有来整治职场了哈 刚刚 我喝三杯 我今天改名就叫夏之刚 我这里先要 夏之刚 你会不会太刚那一点 你这样 你答应 哎怎么能让领导端杯子呢 我天的老爷 你不是最喜欢吗 我就喜欢这个感觉 我们喝了 我要清晰线索 好 如果两位队长能喝完一整杯 那导演组将额外奖励 清晰线索一条 安妮奇哥 咱不耽误时间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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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你太厉害了 该说不说啊 看看我们的效率看看 多喝了 味道如何 非常好喝 非常好喝 这三家都是我最喜欢的 好的 新品测试非常成功 作为奖励 你们将得到一条清晰线索 和一条模糊线索 啥呀 啥 项目款已到账 一些小信仪 锡 交易人名称一走了之 一走了之是谁的名字 一走了之 赵呗 哎这家有 咱谁有姓赵啊 夏之光不会是你吧 我叫夏志刚 你组一个 就是这个吧 这是清晰的 这是清晰的 这是模糊的 都给你们了 这是这是二号X-Man的模糊 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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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啊 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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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可能这么简单呀 就是梦 我跟你说不要为他误导 我跟你说不要为他误导 我给大家说一下M W 梦 你真的很夸张 你真的很疯 你真的很疯 正面很疯 他太疯了 就是梦 这个绝对是梦 这是W 这是W 你是不卧底呀 你听我说一下 我说logo是这里吗 这个可以是男人或女人 他这是两个选项 就是要不然梦 他是女人 要不然是 你你是梦 就他支持中他们两个的 对 就这意思 来看看手机 一走了之 绝对是的 没有走之底 他的名字里没有走之底 一定是交易人名称有关系 我知道了 一走了之 一走了之 是孟子依的子 是孟子依的子 对 孟子依的子 一走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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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是孟子依的子 你真的没毛病 那个子没有一 王子涛 王子涛 你得加上前面那个M 对的 子 是不是 一走了之 还不信我 还得是 最强大脑 你得问 没问大脑人的 你得 你们要是再调查不清楚的话 我们MT新闻不仅要沦为业界的笑柄 甚至还要扣上跟爱心敬老院有不正当交易的黑锅 所以为了还原真相 保住MT新闻的公信力 必须在今晚黄金党新闻栏目公布事故的调查结果 现在我把采访证发给你们 你们的证件上都有自己的新闻立场 接下来可以根据不同的方向出外景进行调查 为了让一小时后的新闻报档更加全面 你们需要从各个新闻立场进行播报 所以最终能坐上新闻主播台的三位主播 需要分别拥有一种新闻立场 三者缺一不可 就每个颜色上一个人 对啊 就最后的三个人一定是蓝色一个 黄色一个 红色一个 但是一定要注意 不能让删除新闻素材的人坐上主播台 否则直播会有风险 你们所有人都不能成为黄金党新闻的主播了 你们的摄像已经都分配好了 但是提醒一下各位啊 调查时你们对应摄像背后的灯 如果灭了 那调查就终止 为了确保新闻立场的完整性 如果一种颜色代表的队伍只剩于一人 那么任何人也无法拍灭其摄影师背上的灯 现在有请你们的摄影师登场 来了啊 大哥 大哥为我 认领吗 认领 咱俩一伙了是吗 是 我看 好 我保护你 你俩死还是躲啊 看你 我会护你一次周选 交给我 凤信 交给我 那灯在哪儿啊 在后边 就拍这个是吧 我会护着 这个很容易拍啊 我要护着你的话他们就拍不了是吗 对 哎 我们想一个 我们想一个事啊 最后要上到主播台的是三个人 每个色各一个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 我们现在根本不用管谁是坏人 就是对内解决推一个铁好人 我们只要确定那个色里面的谁是好的 对 让那个好的一直活着 是 铁好人 剩下的三个人 对了 该牺牲就要牺牲 是这意思 牺牲完了之后 把这三个好的往台上一捧 对 我们就全体获胜 就结束了 对啊 所以找杀手来干嘛 对啊 老师呢找杀手没用了 我们找好人的几率 我们为什么要找杀手啊 我一直都 我也一直在跟他们说这个道理啊 不知找好人 这里是敬老院所在的街区 一定会有一些蛛丝马迹 你们可以进行最终的外景调查 一个小时后 咱们主播台上再见分享吧 好 好好好 听了吧 随时吗 好了吗 既然开始可以说了 对 对 老师你要走动到这 对 走动到这 来 三 二 一 大家好 我是叶问栏目的主持人 高收拾 走来一遍 大家好 我是 大家好 我是叶问栏目的主持人 高收氏 经本人调查 目前我怀疑嫌疑人是张大大 相信真相永远站在正义的一方 我是绝对的铁好人 我现在怀疑的对象不用怀疑 它就是一张定狼牌 那就是 孟子义 还有一张定狼牌 它就是 对 没错 和屏幕前 你像的一模一样 有可能是徐杨或者纳杰当中的一个 徐杨又特别会玩 她是一个很聪明的姑娘 怀疑谁我不太清楚 因为线索给的都比较模糊 然后 但是我有一个策略 就是我觉得我在确定 自己是好人的情况下 把剩下黄队的三个人给灭掉 我的第一选择 就是会做掉张大大 然后吴振宇 也是我第二个怀疑的对象 各位听众 各位观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